字幕 李宗盛 好 這裡傑森康拿到一首 Pocket Queens 欸 這裡EvanRio實在修 EvanRio就 哇 這把有意思了 這把 腰杯 EvanRio是想要來弄一波吧 結果Satel這邊應該只有四十個大盲 應該做一個擠壓 十個大盲左右吧 應該會到八萬 八萬五到九萬 而且因為 同時因為前支揮已經有加住和跟住 所以顯得他這個擠壓很像是在 在一個拿邊緣排一個Squeeze的擠壓 那我覺得Jerson Quinn這邊應該會直接All-In了 拿Cover中央所有的對手 對於這個馬量 Satel這個馬量 可是Satel大家也知道他是非常緊的玩家 Jerson Quinn這把台太大了 選擇好像是選擇了慢打 喔 選擇跟住 對 選擇慢打 那我們的IvanRio只有36萬 他會選擇跟這9萬的住馬嗎 跟不了吧 很難跟欸 對 太難跟了 哇 哇 好兇 看一下Flop會不會有一些精彩的事情發生 他如果八五爬 所以他圈圈可以打走就厲害了 什麼 QK QK8 QK9三張Diamond 哇 來來來來 這個輸贏了這個輸贏了 這IvanRio如何玩這個牌進去 所以在一個28萬6的底池 跟他籌碼是1比1的狀況之下 IvanRio一定會跟他們幹爆 對 一定是打完 這個賠率一定是完全夠的 太划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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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仿佛是已經看到了Flop一樣 最後牌仿佛是已經看到了Flop的神仙 在28萬6 Satel選擇下注了11萬 那現在底池太肥了40萬 Jeson Coon不可能蓋掉這邊嗎 Satel也蓋不掉了啦 Jeson Coon選擇跟注 IvanRio就ALL IN Satel ALL IN 反而讓Jeson Coon逃掉了 會不會 我覺得Jeson Coon這裡會跟嗎 我覺得會扣 不是我是說是跟還是加注呢 我覺得可能是會扣 你看他的後手 他選擇了跟注 還是選擇跟注 還是選擇跟注 那這裡的話逃不掉了 逃不掉 IvanRi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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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anRio這裡是一定會選擇 直接 直接ALL IN進場了 ALL IN ALL IN 那Satel也覺得 唉 沒有辦法 Satel不可能蓋掉了 當然不可能蓋掉 可是他們心裡有想說 在這種中央下被跟 一定是三條 可是不可能蓋掉KK 就是他還是會上 因為的確這邊很像中三條 誰會想到這邊有五把 還是有一些紅桃XKING XKING早就打起來了 IvanRio是第一個caller 然後再扣兩家的 這個 我覺得不太會 這什麼牌是能冷caller 好 還是跟注耶 跟注啊 所以我覺得這邊反而 就讓Jeson Coon逃掉了 因為也是一個跟注拳下來 因為他是好像被cover的 來看一下 Jeson Coon 我覺得他因為這樣子而逃掉嗎 現在應該是Jeson Coon 現在應該是Jeson Coon的主角 我只是不覺得你應該是Buffing 這Jeson Coon 也不好說 可是他丟了太多籌碼了 對 丟了太多 因為Satel後面也是很少 應該是要CALL的 應該是要CALL的 因為 實在是 這個賠率太好了 賠率太好了 好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這一個 專牌 會不會丟一張Diamond 讓這個 讓這把牌變得更好看 沒有Diamond 沒有Diamond 馬上Jeson Coon說 沒有Diamond 我們來看一下轉牌 發慢一點 這樣比較刺激 好像不是Jeson Coon說的 是 像Jawanda說的 其實你看他的勝率有36% 太划算了 這把 我中了一張 8 又有的 R值變得非常多 哎呀 差一點點 好 太刺激了 Satel直接 收走了全部 成功的TRIPLE了一次 那這一把牌 讓Satel的籌碼變成了 100萬 TRIPLE UP 非常的深 100萬的籌碼 TR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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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これ 會被怎麼使用 明天 可以